今天嘉賓有Ivan Hello 大家好 視訪好很多 星圈之前的位置 22214 200應該是上面的頂部 不過今天幾happy 升300點,職業期指升249點,低水14點 成績金額剛剛過了1000億,近來成績上升 宏觀大市走向,再開一個行指圖給Ivan分析一下 謝謝你 其實我們自己這樣看,當然不要太遠,15年到現在 你每個月的一個波幅圖,其實這幾年最大的波幅真的這麼遠 這個3月,我們自己這樣看,如果現在有些十字味道 所謂十字味道,我們去到恆指低位18,235點 現在抽升了差不多4000點了 很多觀眾都會問,追不追啊 你追也可以追的,但是我們也要說一句,你追一定要追強勢股 待會有機會可以再說一些強勢股,例如我們在說的煤炭股 這些可以分析一下 這些越強的話,其實來說,很廢話也要說一句 錢就全部進入了 但是你說不是,有些什麼股票,除了煤炭股之外 你真的可以炒波幅,其實七零零零那些也是可以炒波幅 我覺得在4月份的市況的話,就算我們說到期結了,也不會太差 我們會向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我們自己這樣說,每個月做大概 15000至2000點波幅,就是將它,今天可能一星期是收 22000了 我不太大咬了,可能就是 下個月我們看到高的大概23000至24000了 那這些是我們短期的部署位 真的,我剛才recall多一次就是 如果你追的股票,可以是煤炭股 或者是一些科技股,但是科技股你要懂得玩一些波幅 其他就不看著了 嗯,今天告別股份,我自己也有一點錢收拾一下 跟Ivan可以分析一下 我見今天一開,開了708 跌十幾個百分比 我們開一個時間圖表來看,一開了九點多時 瘋了,跌了這麼多,接著我心狠淚了 接著說十幾個百分比,然後慢慢看到有資金部署 滾進去 然後逐格逐格買上去 然後就說可以贏到約有10個百分比 因為剛才最微是3.43的 即是跌2%左右,還是好像不下跌 即是不下跌 但我是急的,大概跌2% 直吃了那10個百分比 即是這些位置 但是那半個小時簡直是生死時速 這兩天真是富貴險中球 我另一隻,一隻三百鈴鈴 你也知道我是喜歡買的 今天也是 在賺7、8個百分比的時候 怕嘛,怕又走了,接著現在升12% 那麼多晶龜也會牽涉進去 即是關於新能源 煤炭那些東西入面 說真的保利協議 真是一隻頗為頗為鬼的股份 意思是什麼呢? 出業績那天 這麼漂亮的業績 他不升 他只要微微跌一兩格給你 昨天不太動,動了一點點 今天才抽回12%上去 你普通散戶 真的不夠去玩 不過我近來 尤其是今天看到大量北水塞進去 所以我覺得 信心之選 不過我自己也吃得很多 只剩下三分之一在手上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高風險 剛才說708高風險 30000高風險 1918這些就是高風險 就是你贏到 就是穩定贏到身體好 但是你說是不是這麼容易做得到呢? 我自己就 不是這麼覺得 其實也挺瘋的 其實跌得 你說1918那些什麼佳兆業那些 全部都是危危險險的 就是富貴險中球 就是賺到 恭喜這麼多位UPTV的觀眾朋友 Ivan 上個星期我記得你同一個時段 你也說叫大家看看那隻迫謠 那號碼我不記得了 但是你叫買的時候 我都即時部署一下 第二天就已經吃了那5% 那我就沒有再玩了 那那些股份 或者在你的投資有什麼股份 可以跟我們UPTV的觀眾朋友去推介一下呢? 現在升到22、48 你說買上去的空間究竟多不多呢? 有沒有一些過股 或者有沒有一些板塊是 等待爆發的呢? 等Ivan詳細講講他 嗯 謝謝 其實我們只這麼說 如果1397 上個星期 吐了演也好 或者吃了的觀眾 我會建議可以在5毛錢那邊再看 5毛錢很簡單的 你只遲開4、6、5 但是你5毛錢再看的話呢 喂 可不可以上6毛錢 或者更加高6毛錢 或者是7毛錢 或者是7毛錢 你只是炒價錢 但是炒價錢之外 其實你不需要太大咬這隻股票的 我們這隻股票呢 我們只能再記住一次 就是本身 DV Web 約了股 他自己已經是舉了牌了 舉了牌就說 我拿著5% 你一直看DV Web如果拿5%以上的股票的話呢 他以前有一隻叫做國際家居零售 就是日本城 大概18年的時候他也舉了牌 自己拿5% 然後呢 18年到現在 嚴格來說大概4年 其實都已經是一倍 一倍的話你脫下 4年的話 其實也會連25% 都已經是肥仔的很多基金經理 我自己這麼說 如果是逼謠的話 這隻股票 我們自己看 本身他跟政府關係是非常之友善的 我不是將這件事 就是蘋果對蘋果這樣比 可能蘋果對產比 那對於產的話 就可能是中國建築國際 這個題目是說 你看到的話 政府其實給了很多合作 接著 林鄭特首 其實我是很支持政府 他說了一句 我很支持的 就是說 如果第一 你有什麼困難 你儘管跟我說 我們會全力協助你 如果政府是跟一些機構都這樣說的話 我相信的話 就是逼謠如果跟朋友的關係的話 其實未來的 我相信也有他們本身自己的競爭優勢 好了 如果你說不是 我逼人 說真的 你當你自己有100萬錢 我建議你也可能玩回5萬 6萬 一點點就算了 有哪些你可以大咬一點 例如我剛才說的板塊 就是煤炭股 煤炭股 我們自己這麼說就是 通常來說大家都會看1171 但是1171 我們叫做 升了 那些位 是升穿了的 然後1088又出了一份 業績其實漂亮不漂亮呢 我覺得 叫做優勢了 但是1088就很有趣的 我去這個平台也好 我去其他平台也好 我都經常都說 1088 就是這些是 哄女兒也好 哄老婆也好 真是很聰明的 怎麼聰明呢 其實今年也賺不了錢的 但是 派息 派息 是的 接著我派息 然後 那些優惠是可以10 如果我剛才也這麼說 你是女兒 你是那條菜 你都會覺得 哇 今年可以 好了好了 你怕不怕你不會丟那些貨 況且 我們經常都說 煤炭股 通常他們會有一個 可能叫做低的PE 但是低的PE是因為 還有一些風險 就是說 你叫他問一些 就是外國的銀行 外國的金融機構的借錢 問那些西人的話 那些西人未必會借錢給你 因為它是一個高度固然 所以他們一定要開始要轉型 這個轉型就是說 我們自己要轉一些新銀权 做氫氣 因為煤炭會釋放了很多的 Animus 其中一個Animus就是氫氣 所以我覺得 煤炭股質是可以繼續看的 況且他們現在的位置 就是我們叫做那個行資 應該是大概2萬4 2萬5 就是資金就開始 繼續是保住的 但是會有一個風險 通常來說就是說 我們那個風險 你不要覺得 高 高處還是會高的 隨時他們 一間公司說要配股的話 哎呀 就開始會有一個回調 開始配股之後 我覺得 差不多要 grash 其實是不是 你覺得開始高的 就這樣 所以你要炒煤炭股的話 你真的要留意著 不同的 一些國內的政策風險 以及他們有沒有 配股的風險 我相信 他們的配股 未必會這麼快做 那個配股的話 他們的業績都出現了 沒理由說會立刻配股 那些投資者都會 你知道酒來到 你也不會說立刻埋單 那些投資者都會 然後喝到差不多了 然後才叫你埋單 可能大概在Q2 或者Q3頭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會有一個配股的 或者資金籌集的一個空間 或者有一個拒措會做的 但是你說 在香港 三隻煤股 1088也好 171 險抗 或者198 中煤也好 我自己也會看好 1171 因為1171本身來講 都是做一些動力煤為主 我們自己這麼說 那些電力公司 特別用火力發電那些 他們要保障那個 叫做動力煤的供應 所以一定 沒有辦法 要碰住1171 但是你說 你另外看1898也說 做招煤的話 今年其實2022年 是基建年 這個是去年 建行都已經說了 在那些不同的貸款 都已經說了 我基建貸款 在2022年 是會做很多很多的 所以就 在招炭的話 其實 或者我們講的招煤的話 其實 在中煤也會做很多 我覺得 這些是會 給回 例如 我們可能說做建材的公司 或者做一些叫做 鋼鐵的公司 是會非常之有利的 所以 看著 198 我覺得是可以賣的 但是198 你回到 大概5元6水平才再留意 你說1088的話 都是那一句 哄女兒也好 哄一條賽也好 你派高息的 股價是會迫你上來 但是我覺得 這些未必會保障太久 我覺得有機會 每條的空間 都會多過其他 兩隻 還有修飾 就是那兩隻貓布 941和883 那些就會穩陣 神華 馬上打開那個 月線圖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什麼了 他真是很周期盛 這些煤炭的東西 當然 國策扶持 他已經升到 10年了 10年一個大浪 現在不是U型上回 10年 26個多 那些位 我現在開了 RTV的觀眾會看到 2011年 就是10年前 8月31日 26個多 你看到大U就在走上去 究竟能否破到26個多呢 隨時會走下去 這些都是 如果圖表派 就一定是這樣看的 縮小一點 當然你開日線圖 坐火箭 如何如何 很厲害 很厲害 斜線上 但是 一開一條月線 再縮小一點 看你就知道 神華 是什麼操作方法 觀眾朋友繼續跟Ivan打招呼 有些個別股份 也想問問你 Teddy又是例牌 102世 廢還是麥加亞廢 我覺得1024昨天 我做節目的時候 我也有跟Teddy又說 快手真的要撥 我自己沒有執行 始終顧不到這麼多倉 剛才我也說 今早我才做 708恆大 心驚膽跳 人家跌12% 13%的時候 鬧貨 手都抖 幸好贏錢 否則今天做UPTV都黑口黑臉 Anyway 1024快手 有一個新聞出來 Ivan 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說那些直播主播要限時 譬如我們UPTV 就是說 我跟Ivan興起 直播 多做兩三個小時行不行 就是UPTV的 很好 這個平台當然可以 但是 大陸又不行了 大陸又不批准了 不允許了 這個新聞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的 今天信報也有出 就是限制 網民 網絡打賞 如果現在說 那些網民 就是現在UPTV的觀眾看到 我跟Ivan說得很好 可不可以課金 超級檢查完全沒有問題 中了歌中了馬仔 課金給公司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內地就增加這個直播行業的監管 這樣打上直播主播 就切每天的上限 很多人都是靠這些收入維新的 對不對 我們就靠港湖廟 有些歌手朋友靠直播唱歌 有些妙齡少女就靠什麼 是不是 是 出賣什麼 出賣自己 天氣熱 天氣熱 所以就有這個情況 首當其衝1024和996 就應該沒有運行 還有B站 快手今天跌回5% 北水散水味和看法 應該怎麼看呢 Ivan交給你講一下 麻煩你回應Teddy的問題 我覺得麥加雅比較廢 你快手今天還說到 我們叫做開出來 我沒有記錯好像85元 是呀 然後開出來 然後開始 射下去 麥加雅為什麼廢呢 麥加雅因為要佐敦希特森 去幫他回應 其實你不要害他 不要害他 竟然要一個 我自己是慢狗 但是沒有理由一個要利狗的隊長 去幫他說話 你用自己的表現說話 OK 好了 1024的話 我們自己說 就是 有些是叫做 散散水的味道 1024 不是說 歸於他的成交 我相信 他成交 今天來說 會三月份是最多的 但是他今天這樣一枝棍掉下來的話 就是我相信他有機會明天可能見一見 70元或者68元的水平 就是不建議大家現在是撈貨或者是 你覺得出了業績其實也不差 那是不是罵呢 我覺得不是 等等先 等他猶回到星期五 可能猶回三個人的時候 到時你才會再放個反彈 那些股票不是急的 所以可以看看 觀眾朋友就再問一下 1299有幫 可不可以追呢 Ivan 1299我也是那句 我們不是看他任何業績 或者回購那件事 其實 很多時候 現在都說 那些基金也好 或者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也舉了牌 就是說 我也買了200萬股了 1.6億 這個是成立的事 然後基金就說 我再買多一點 我拿你10億貨 這樣 拿到你7% 有間叫Capital 那我覺得其實 你為什麼現在不是說回購呢 因為 很多時候 三月中的時候 劉鶴都說 或者是中國證監會都說 你要保持金融市場的肯定 然後 好的公司 你應該是用好的業績 即是 回饋股民 或者說回市場 那這些煤購未必說 真的太supportive 我自己這樣說 如果你說 在友邦的話 我們自己也是說 他本身的新業務的價值 是非常英俊 如果對應 市場有機會上 23,500至24,000的水平的話 我覺得友邦可以上90元 這些位置 有機會比較大一點 沒有貨的 我覺得 下一點點 大概 81元買 即是如果 他現在是匯日頂住 是因為他的門口頂住 但是你要市場上升 才有什麼 叫做新的錢進來 我覺得是81元 你才可以留意 然後90元 看看是否成功 我覺得近來大家要順勢而行 觀眾朋友就說 今天持有1024快手是比較傷心一點的 因為你看過大市升近386點 接近400點的升幅 快手跟你跌接近5% 你是很扔的 就是那個很扔是 等於我剛才說的一些股份 我沒有吃盡 13800那些我賺到8% 你看看別人12.5% 還要站穩 站穩 所以 我真的有時候也是這樣 股票市場裡面 說一說 做了一個升13%來看 人生 就是這樣的 PFD說 周大師很值得期待 你的節目 也有說 171和1088和1898 剛才也說了很多 很詳細 哪一隻值得買 哪一隻值得買 剛才Ivan也說了 反過來 我又想你說一下 3800保利協任 現在升到你這位 其實 有壺好吃的觀眾朋友 是不是應該先吃壺呢 老老豆豆 看回 如果我相信買的話 近排買 應該是大概 兩元半 這些水平買 或者兩元六個水平買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會這樣 吃不吃呢 我覺得 你先要記住一個位 今天來講 我相信大約 大約兩元七半 這些可以留意 給自己一個 指贊 一個位 然後兩元七半 就是兩元八 因為 你可能 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那五仙就不要說了 你如果拿著十萬股 一百萬股 五仙就是五萬元 五仙就是五萬元 我覺得是兩七半 兩八零 你要記住這些位置 一定要是支持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覺得不對勁 就要先吃壺 但是如果這樣說 三八零零就很有趣的 本身來講 他之前就被人 剔出了那個叫做 深港通 或者叫港股通 然後又回到 你要看著筆水 筆水是怎樣買的 筆水可能 或者錢是大債的 你可以用錢 你買起三百零之後 你可以用錢來懲罰 我覺得 我那些懶惰之餘 就是說 你如果是筆水 是很喜歡這隻股票的話 他接著一直上去 我相信他有機會 可能上回之前那些大位 就是他大位是被人炸下來 那時候是三元二半至三元三 我覺得 給多一點點保持力 你不需要是急 但是如果 一旦它跌穿 兩七半或者兩八的話 你就要只賺成本 嗯 給了一個指引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就是708 其實一開始節目 我有講一些自己今早的操作 那你要在我的操作那裏再講 多一點點 一會兒要等Ivan多講一點 今天 恆大總之一開出來 就跌14% 然後我就買貨 接著 跌到2% 我就走了 就是2-3%左右 大概走了 賺了10%左右 但是 觀眾朋友就說708 那麼會不會 轉頭再停牌呢 自己 自己也有些貨在手的 4元 4元 樓上的貨 你看到恆大汽車其實近來都很激烈 許總也會跟你說 之前恆大集團的會議我都不開了 開車的會 有一個戰略會議 就是622的發佈行詞 行詞 不要承認 觀眾朋友 你會怎麼看呢 就是708 首先自己 自己 你也有駕車 我覺得其實 駕電動車 真是未來 我們自己真是會想的 因為 有錢真的很貴 說真的 一聲有力 都在說 正價也要22個多 但是你回到頭 的話 行詞本身自己 在自己的朋友圈也好 或者PR也好 已經不斷發 自己的行詞 不像SUV那些東西的了 我相信 他6月22號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到時候 會不會有些其他藉口 然後又說 不行 我的電池不行 我的電池在零德時代 供給他 我覺得 這個發生的機會非常之少 好了 有些 觀眾又可能 會自己 叮一聲 有個問題 未必在這裏問 就說 為什麼708 復牌 4條3 4條6 又不復牌 這些是比較吊詭的 奈何就是說 你708 如果 我不是要找 冤豬頭 但是你要找投資者也好 喂 他一直都要守住3元 那3元這些位置的意思是 之前 一些策略投資者 他們入股的時候 都是3元 邊入的 大家可以找一些公告 然後他們公司的管理層都說 自己是很積極 非常之進彩 然後現在要找新的投資者進來 你作為一個新能源汽車的話 其實你要看回他本身的組件是怎樣 那我的組件呢 不單止是幫他們說 叫做 找一些叫做 叫做 他們自己自駕 他們可能就說 是一些叫做什麼 騰訊也好 或者八道也好 他們自己就有 參與其中 所以他們之前都說 喂 都有些新的 叫做配售的時候 都找了騰訊和八道 這幾個月可以做什麼 其實如果你拿著火 你只要等 等到七月的時候 再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回6月22號 銷售是不是非常之好 銷售非常之好 我相信 他會不會中間 可能就說 配一些股票出去 可能就找了新的投資者 我相信這個機會是非常之大 如果不是他們 可能三個多天都找不到新的投資者 那你那群團隊 托X男人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這三個多月 等之餘就是 你預期不到他的業績 只是預期到6月22號出來之後 銷售的情況是怎樣 加上就是留意多些 他自己的朋友 的消息 停牌其實 什麼都做不了 你不可能 除非你的OTC 你把股票丟掉出去 否則你什麼都做不了 留意最新的消息 還有會不會有機會會有新的投資者可以進來 看剛才Ivan一直說的時候 我都看一些牌 買入也有一些 JP Morgan 這樣 看著一些牌架 大家又 有些信心 不需要那麼快散水 不過 高風險操作來的 我經常都說 708 3800 813 世貿 20%很厲害 當然了 昨天 大家 什麼都害怕 跟你說 一隻融創跟你說 我們延遲出業績 那幾隻是菌磅式炒的 1918 2777 富力 菌磅式炒 富力更不值錢 富力也升不了20% 813也升到 精榮也升到 接著 佳兆業也升到 我們說了很多 不如先休息回來再跟Ivan聊天 有些觀眾問五號仔 有些問1171 轉頭讓Ivan回答他 謝謝 謝謝 可能他又未必 閃得到了 不要緊 好了 那我們 繼續再講多一陣 先講回 5號先 好嗎 好 麻煩你 謝謝 好 5號今天創月高了 54.4號半 這樣 惠空 前景怎麼看呢 你會 前景的話呢 我們自己這樣講 跟回事的了 不會說 你炒不炒任何的息差 那些東西 你炒息差 只不過一樣東西 除非你 預測 他的那個 叫做 股市 或者我們 說的 炒在未來的加息的情況 或者炒在加息的情況 是有0.5 通常來說 如果你說 我們自己這樣說 喂 匯控 他還有沒有煤購 這樣頂住 現在大家的市場 是不會這麼說的 我覺得 匯控的話 你可以是跟回市場 但是你跟回市場的話 你要適當 23,500至24,000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也說的 你4月的時候 你要適當地息股 嗯 看完匯控 剛才 Ivan 有些觀眾朋友 都稱讚 Ivan廣煤炭股很準情 選擇了些美股出來 當然是準成 是不是 你基本上 老實說 就是 持平一點說 171 其實Ivan 就差不多1月的時候 已經叫大家收集的了 那時候 大概16元左右 現在就 升 大概升足10元 你不要算得那麼準 10元就一定有了 這個升幅 觀眾朋友 我回答一隻 小米撲吃了沒有 吃了啦 昨天有隻 67770 有隻 小米撲的 有小米 有小米 昨天吃了 昨天賺了20% 小米這些 就 很差的股份 你看到今天大市升400點 小米跟你說什麼 升1% 其實你應該再開紅 他真的差到一個點 是無人能及 他真的 比1024更差 比快10 他每次碰到一條藍色線就會跌 這裡碰到藍色線跌 碰到藍色線跌 跌到藍色線跌 我就是拍片 專門去招呼 小米集團 真是超差 那個好記 67770 這些數字的東西 這麼不吉利 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看 不過就是 就是排盤梭 大家玩 有其他 不同的衍生工具玩的 不需要跟我玩這一隻 就是 個人有個人喜好 不過 觀眾繼續問3690 這隻有很多 美團怎麼看 起碼今天 先跟星 另外 博不博好 今天看業績 你會怎麼看呢 其實我相信會好的 但是 你看到3690也好 就是 我講到漏口 3690我們自然說 你不是看他的那個 外賣平台 不是看他的那個 Ticketing 平台 你看他的新業務的板塊 現在說 告訴你 自己做成怎樣 就是我們 如果這樣說 3690 你自己 一樣東西要買得 對 或者買得準 我經常都說 你買他 外賣平台 對呀 那個Paker很漂亮 買他的Ticketing平台 對呀 很漂亮 但是未來 還有一個爆發點 或者你 可以是 將那個幻想空間 是無窮無盡的 或者是新業務的 包括我們經常都說 機械人 芯片 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我相信 你要薄 薄回明天 可不可以上 170 這樣 我覺得 可以的 但是你 160元 那邊買 我覺得這些 是舒服一點 但是 要留意著 就是 成交開始 是 下跌 下跌的意思就是 近幾天 開始成交下跌的 會不會有 新的資金追入呢 我覺得 新的資金 可能也未必會追入 可能真的 你之前買定的那些位置 大概140元的那些 就是 繼續坐著的 那 隨時 我覺得 如果圖 是真的 突破不了 可能就是說 165元的話 它有機會單張回 我們下跌 大概156元的位置 所以操作上要非常小心 觀眾朋友再問一下 中銀香港 2388 創業高 昨天好像 939的業績也不差 今天也繼續有得盛 不過 今天就 有點黏線 反而回答觀眾 2388 好一點 28元拿了的前景是怎麼看的呢 都是這些漂亮的位置 28元拿了 就是之前的橫行區間 拿了 現在有 2元的升幅 頗正的 大概5%左右 會不會領好顏色 還是看法是怎樣 Ivan交給你分析 當然 他昨天跟媽媽 一起都出 業績 其實 給投資者 或者給基金腦看 其實是低於預期 但是 有些其實 我們叫做低的信息成本 抵銷了 所以 你未來 你的營利 其實都會再 會差多少少 但是 我相信 可能 會漂亮一點 是甚麼呢 我們可能 叫做財富管理 或者我們叫做 色差環境 你買得中銀香港 其實你不要預計他 短炒 或者是大咬 其實你都是收息的 但是如果真的純收息 不如買回他媽媽 今天 你講的 我相信 那個棍子 是漂亮的 你守得住 30元的話 我覺得 想回之前 那位32元7半 有些被動基金去追入 你的業績 不太差之餘 都說 會追入 我相信也不會 如果未有貨 我覺得 下回29元 不急 這些股票你不急去買 你不要想著短炒 想著 長一點 可能半年 自己一年期 持續 觀眾問 6185元 康熙鑼 新聞 升到這些 B股 都可以 升 當然 我很久沒有看 其實 這些股份 暫時確定 底部是102元 買上去 好像 蟹貨重重 裂口也比較多 Ivan 怎麼分析呢 這隻股票 我覺得是那句 如果你說真的強勢 我又不覺得是他的強勢 但是我覺得 成交又開始 一級一級上 但是奈何 他給之前的三個家日 那三個烏仔 然後157元 坐下來的時候 也有點戒心 如果真的這麼說 你有貨的話 要看著 看有沒有機會上回140 如果上不回140 你就要吃掉 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 你走去搏 你搏的話 這一個時間 大概121元 至132元 這10多元 或者11元左右的 Wing 你就中間 炒一下波幅 我不反對你中間 炒一下波幅 可能真的121元 或者121元 你是入場 但是你 要適當 下回你的 然後再炒一下波幅 這個是沒有補充的理證 那麼 觀眾繼續問 叫做1177 之前頗好穩固 不過 都是那些藥股 一起 滾下來 比較難搞 中國生物製藥 321 現在斜線向上 會不會 走 U型 繞底向上的 一個形態 前景好像不錯 5元進入 之前的環行區間 大概5元 我猜2月那些時間買 其實這隻東西 很多時間都要求5元 5元半 你會怎麼看呢 我反而 自己看回 你健康 你炒股 也是炒波幅 如果你說 這隻的 其實 之前 5元是支援 很快 跌穿 跟著市落 然後 3元 7元 然後 再U 有沒有機會 短期 見了高位 如果 突破不了5元 2的話 如果突破不了5元2是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我相信他會開始 現在見到高位 然後下回4元半的水平 會比較多 即是 這隻也是不錯的 歐股也很正確 但是 我們自己都看到 那些基金不賣 就不賣了 你其實來說 這一隻 你說 有哪些的因素可以看好呢 我經常都說 就是說 他參與了那個 科興中圍 然後科興 你那些 疫苗 怎樣推銷到 他是不是 有備用收入 然後 那些 抗種流線的產品 其實 真正都是非常之好 但是 你奈何的話 你要看 他那個 R&D的投入 是 有多少錢 他們自己都 Declare 了 大概有18億 左右 Default 了 落了 R&D 但是 你若果 也是那句 如果他沒有 很良麗 或者很漂亮的 圖片 讓你 FF 你未來 是怎樣賺錢的方法 大概 那些的基金佬 都會有一個 代表 他不會給得太高 所以 你買一隻 177億的話 都是那句 5元多的時候 你要非常之小心 但是你落下4-5元半的話 你又可以看一看 我回答一下 觀眾 1611 火幣 我也有跟 不過 近來都是 比特幣 ETF 那兩隻 就是加拿大 和 BITO 其實都有一定的 升幅 不過 火幣 就 不算超級 超級跟 但是你見到他 都會 爬上來 我猜下一步 就是7元整固 你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機會看到10元 也有機會的 不過 真的慢慢長路了 慢慢長路了 可能7元 7元橫行一段時間 接著才 上去8-9元 這樣 因為他就不是完全 虛幣市場 就 完全不是很跟得住 還有你有時候 又要跟回 一些新聞 去發酵 譬如 俄羅斯 做那些 BITCOIN 做一些避險 就說要考慮 接著 NFT 那些 接下來 袁文樂 又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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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幣圈那裏 有這樣的新聞 才能炒得起 市場 這些就是 消息股 所以 就要交給觀眾 自己去定奪 就算 玩也是 小豬玩 我也是BITCOIN 也是小豬玩 就算 不如在幣安那裏 直接 逐粒逐粒賣 我是這樣看 好 轉角度 讓Ivan回答 6690 可以自家 今天有好圖表 今天出業績 可以自家 24.8.5 今天有得升 升2.6 上面的蟹貨重重 不過 可以自家 其實不是一種差的股份 有什麼業績 才能夠救得到 股價 是不是真的要派高息呢 你怎麼看 Ivan 如果可以自家 我們通常都說 你 以前都叫做 白色家電 叫做大佬 然後 亦都幫一些 可能品牌 OEM 其實 你自己這樣說 我們兩個 大家可能都有機會 是不是 動一動 賣 但是我們自己都 都這樣說 有時候 可以自家 又好 或者其他白色家電 也好 你今年 是被 支付鏈影響得 太 太厲害了 無論疫情也好 無論海外打仗也好 無論物流也好 影響到支付鏈 太厲害了 你會 業績 又好 或者經營成本 最 最困難在哪裡 最困難就是 他的成本 就多了 我覺得 如果 6690的話 看看他 那方面的 估值是怎樣 我相信 那些估值 可能 給他 的話 大概 是12 至15倍 如果現在 預期他的 TTM 就是那個 動態性能 應該是大約15倍 如果他 持平 其實也 不太差 我覺得 我覺得 有機會會 在業績之後 會坐一坐 然後繞上來 因為這隻股票 他最擅長是玩 會不會 可視得到他公佈完業績之後 會出回 那些 我覺得也有機會 讓他坐多了一點 坐到哪些位 大三分半 你到時候才留意 是的 買貴一兩格 因為你不會 買很多 你可能 可能 八九千元 掃進去 或者普通財務 你不能跟我說 我持有十幾萬 十幾萬的 可以自家 說你也不相信 但有些股票 你又會全入 你會躺在身 是不是 譬如 2013 當年 是不是 你看到 好了 薇蒙 就是 Critical moment 這隻就是我特意抽出來跟Ivan說的 上面蟹火蟲蟲 要輸的都輸很多 十三元 十元 交過一次 九元 交過一次 七元 交過一次 大有人在 好了 但是你留意 我再說一次 十元交過一次 九元交過一次 七元交過一次 兩元他是沒有交過的 普遍人 兩元也是沒有交過的 好了 那 薇蒙 現在還給逃生門 你昨天升了很多 上來五元 當然是這個水平 五元 輸的一定是輸很多 但是反過來 我很想問你 五元這個 是不是一個逃生門 是不是應該先走一半 你說高位有持貨 五元我覺得 大家看看 就是成交多不多 如果成交多的話 反而你真的要 看看是不是走一走 如果成交少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還會 保持住 我是這個邏輯 當然現在 五元三二 你走不走 我覺得 開始 股份是上升軌 上升軌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拿到最 panic 最恐慌的時候 兩個八毫 你拿回 少少三元 開始 拉 其實我覺得 有機會短期 會下回 四元六 就是一旦穿了五元 所以大家真的要看着 五元這些大位 跟阿欧也是這樣說 五元穿了 那時候你就走 你下回 不多 四元六 你就拿回 低一點 四元哪呢 歐木機 都OK 本身來講 這隻股票未必說 現在 有太多基金 去看著 而且 之前的基金要走 那時候 十多元都已經走了 不會繞回 我覺得 非常小心 看這隻股票 你覺得 我會不會是炒這些股票 或者看這些股票 我比較用少的時間 去看這隻股票 因為 那圖 不行 但是反而下 四元半 我會看這隻股票 觀眾朋友問一隻1164 這隻就是 中廣核 漢業 中廣核 就是貓 我幾喜歡 一向都 覺得 頗穩固 都有 國家背景 不過 講講國家 昨天 港隻 是不是816 金牟 金牟服務 817 就是 中國金牟 今天升了13% 這些就是鬼局 昨天我多害怕 沒理由 沒理由 連國家隊都輸了十幾% 就是 還有自己 自己 自己來鬥鬼打鬼 就是我 昨天我也同一個時間 我也有一個 大的問號 出來了 如果有些觀眾跟著 你見我昨天也 沒有說叫大家入內訪 因為 其實你 你不知道大陸發生什麼事 主要是 你又過不了 上台 你又回不了 是呀 你完全了解不了 所以就 隔山馬油就比較難搞 好了 回答觀眾朋友 1164 就可以看看 關於 中港核礦業的 Ivan你怎麼看 如果8毫3 8毫3 他說 有火 我覺得 你的止血 你應該是 放回 7毫3 放回7毫3 但是你8毫3的話 我覺得你 可以看到 一直都守住 那個位 你可不可以上回 大概9毫子 不多 你到時候 套旺 我覺得是OK的 他 說真的 那個業務也好 就算他做多少的貿易也好 都不會給你太高的 一個叫做驚喜 但是 我們自己說 如果真的炒金銀鋼鐵石 然後炒商品的話 他最後 你當一線二線三線四線五線 他就是四線尾的 你到時候才炒這些 我覺得你如果拿著那個角度來說 到時候 會不會商品 因為CPI 高了 然後再炒 沒有東西好炒 找到他炒 到時候就找到他炒 但是留意著 7毫3這些位 如果真的穿了的話 你就打了 可以看看 北水是這樣 入883搞什麼 基本 北水買東西 你買883也能夠解釋 1024也能夠解釋 買883有多難解釋 我覺得 基本 沒有北水用 有時候你的散戶 這陣子可能在餐廳 吃午餐 那些人都是說 941 883 正常散戶都是買這些 有幾個出奇 你接下來的兩三年 有機會越派越高 國際油價依然在高位 基本 我覺得 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的說法 你繼續說 Ivan 我覺得如果你說883 其實北水 很有趣 他們會看一個期貨 叫什麼 上海原油期貨 就是我們原油期貨 來來去去 都是看紐約那些 但是 不是 上海其實 你看回 旗貨交易所 上海原油 如果真的 觀眾 深水清 上海原油 今天 開的價格 大概 642元 然後 現在 一千桶一手 六百多元 一桶 然後 一直抽 到現在 2.53分 大概是686元 即642元 開始抽到686元 有40多元 那些人會對應 買830個機會 北水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上海原油期貨 然後一直扯 扯得很遠 我不知道 這些男人 那些原油才知道 不好意思 可能 那些北水就是 你看回上海原油期貨 對應 踩830元 其實是非常之簡單 非常之容易 去看 非常之 是捉這條路 是的 你也知道 大陸的油價和國際油價有些差別 當然 樂觀一點 其實 香港的油價都 都好 你跟著世界的音 就很貴 你打爆的車 起碼 千多二千元 是不是 就是現在 搞得我都想搭回地鐵 真的搞不定 是 再這樣 不過不要緊 恆子的拯救眾生 剛才和你開節目 升二百多三百點 現在升四百四十八點 你要在今天簡故 老實說 你就選擇一些 真的有一定的升幅 還有 就算沒有一定的升幅 就像823那樣 是創新高的 就是 他不是今天爆升 但是他在過往 連續十多個交易日都是斜線地上 這就是好估計 有些股份你還戴著戴著死 你說搏一拳就可以了 但是你明天好就馬上離開了 因為其實 真的有個風險在 你想想今天 隨時升到五百點 我覺得 不太困難 有幾隻股份 帶動底下 還要不跟ATMX JC 譬如我按700 他也是升2% 9988如何 那就是1% 3690剛才按過 也是2-3% 即是不跟ATMXJC 嚴格來說 究竟是甚麼股份帶動 有些有實力的股份 就帶回恆子 Ivan 還有五分鐘時間左右 觀眾朋友都不斷問 美國評判上盤行不行 已經玩到明早了 有些觀眾就說 今晚 賽日有甚麼分享 另外A League 有甚麼推介 有沒有同路 A League 說實話 我們 上個星期日幾天前 聊天 就是A League 90之後就兩球 是啊 很刺激 A League無限鬼 A League無限鬼 永遠都是保時 整場都不入球 一入球 入一球 接著領紅牌 接著再射12碼 大哥你怎樣去玩 就是在那3-4分鐘的保時階段 將所有 比較峰迴路主的情節 都會在那3-4分鐘發生 所以有些內地網民都說 就是 奧假 奧假 真的奧假 奧假 奧假 就是有劇本的 不知道Ivan怎麼看 說一下足球輕鬆一下 但是我覺得今晚如果是球的話 帕斯光輝 今晚6時40分開 他現在轉盤 受讓評判 我們開節目那時候還是 平手盤 他現在受讓評判 是 帕斯光輝 每年都要弱 我覺得 說真的 他有沒有過幾月 我自己這樣看 都很久沒有贏過 英都 我覺得可以搏一搏 他有沒有反底 至於馬方面 傳藝衍 今晚我沒有記錯 6場8 世宅陰星 楊明倫 其他有賠率的6倍 如果你給潘頓 因為潘頓之前 很喜歡 這隻 如果現在交給楊明倫 有賠率6倍 有些聰明倫 我覺得 10元 我賠率6場8 你說足球也是那一句 帕斯光輝 我試試追一追 200元讓銷 真的要玩玩去 因為剛剛轉了盤 平手也撿半格 是不是 這個帕斯光輝 不過 近來奧積都是難玩的 經常都古怪的 開始賽果 又開始 又開始沒有開過那些半大的東西 是不是 近來那些日本歌 我都有跟開 開始開一些半大 即是那些 突然間 他季初 一路 頭三四輪 很喜歡 上半場全部0比0 0比1 現在突然間 有些半場 留意那些 FC琉球 東京錄音那些 隨時又來 整個半大無故 就是瘋狂 因為你去到沖繩那方面 那些東京的朋友 就是作客 去到沖繩 去到這麼藍的地方 覺得好熱啊 好正啊 這樣子 然後就亂踢球 通常都是這樣 腳仔軟 我叫做 有很多圓圓 腳仔軟 是的 說兩說 恆子在升 422點 很多個別股份都會出業績 最後說這一隻 自己又持有中交建的10000 也有些資金都緊密部署 看看業績會不會好的 好的 又會不會派高息呢 這些股票就是我整個月前 轉倉 由金融股轉了10000 如果業績有東西看 就先走了 如果沒有色派 都先走了 無論如何都先走了 其實都不炒這些 是的 不過那時候兩會就硬轉一轉 而且說真的 勢頭很不同 一個多兩個星期 沒有大期的日前 就看到很暗淡的 看到16500 萬六點都還在看 萬七點都還在看 老老實實 如果看回 check back 所以就 希望產匯都 小心一點 註碼都很好控制 無論足球 股票市場都是這樣 多謝我們今天的嘉賓 周家驊先生 作為我們 分析了那麼多不同的股票 節目時間夠了 明天同樣時間 再跟大家才智通聲 謝謝Ivan Thank you 拜拜 шиб致你 就跟她看 你 哇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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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